嗨大家好,欢迎回到Nelly的频道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是想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双肩包合集 但是虽然说起来是合集 其实我一共就只有四只双肩包 因为我自己个人呢在选双肩包的时候 或者说我对于双肩包的标准基本上就是考虑实用性为主 因为我觉得双肩包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双肩 可以用双肩去承担包包的重量 所以一般我挑选双肩包都会是偏向比较实用性的方向去考虑的 那今天的四个双肩包呢在功能性方面或者适合的场景 也都是有一些区分的 因为我一共就这么四只双肩包 所以我对他们的要求是每一个都要能做到独当一面 第一只双肩包呢是我上个月刚刚收到的一只新包包 它是来自瑞典斯的哥尔摩的一个包包品牌 叫做Gaston Luger 然后大家从它的这个包包的设计上面就能够感觉得出来 它是比较典型的北欧的这种简约和比较冷淡风的这种设计风格 而且性别上面来说它也是比较偏中性的 就是除了我可以用我老公其实背它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手上这个尺寸呢是13寸的 大家镜头里面看可能觉得它蛮大的 但是对于我的身高就是160左右的女生来说 也是比较实用的一个尺寸 那如果男生觉得太小的话呢 可以选择它同款也有16寸的 然后你如果想要再大一些 男生的个子更高的话 他们官网也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别的款式更加适合的 那这个双江包呢 应该是我四个包包里面功能性最强的包包 首先从外表来看哈 它的这个材质就是防雨的 因为英国有多长下雨 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 而且它下雨是那种 就是明明还刚刚前一秒钟还是大太阳 下一秒钟可能就是风雨交加 就是它的天气的变化特别的快 所以呢你在早上出门的时候 甚至你看了天气预报你都没有办法完全准确的去预估 你今天到底该用哪只包或者不该用哪只包 所以呢它是一个防雨的材质 这一点来说就是非常的实用的 一般我们看到防雨的材质 它都是比较偏向于像是帆布啊 或者是那种有涂层的那种材质 很少看到像这种皮革感觉材质的 它做的是防雨的这种功能性 那当然它本身并不是真皮的哈 它是也是PU格的 但是它摸上去的手感也好 以及你视觉看上去的视觉效果也好 它都是很有质感的 而且它做的整个材质的处理手法是有点偏雾面的 第二个它实用的方面就是在于它细节上的一些设计 你看上去它好像就是一个我们蛮常见的 有两个背带作为设计元素来做点缀的这样的一个双肩包 它在这个包带的延伸的部分设计了三个档位 那这三个档位就能非常的适合去贴合你包包里面放的东西的多少的情况下 你的这个包包整体的骨的程度啊 然后这个包盖能够盖下来的这个程度 在不一样的情况下 它都可以让你去通过这三个档位 让你去进行一个合适的关闭这个包盖的动作 其次你可以看到包身的前方的两边有两个拉链的小侧带 你可以去临时的放一些随时可能需要拿取的 但是呢又不是很怕被偷的东西 比如说纸巾 比如说我们现在疫情期间大家都会比较习惯随身携带 免洗的洗手液什么的 你都可以把它放在这边 看完了外观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 它里面的设计也是 我觉得设计的非常贴心以及非常的实用的 它在后面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通到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是用来让你放电脑或者放iPad的 它的这个隔层也是设计的相对比较厚实的 能够比较好的去保护你的电脑和iPad 不容易受损伤的 而且这个部分是紧靠你的背部的嘛 那你在背着的时候 它也会起到一定的这个支撑的作用 另外呢就是在包身的前方呢 它是有一个拉链的侧带的 大概是整个包包大概到一半的这样一个位置 那可以放一些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振件啊 或者零散的小东西 你怕扔在这个包包的大空间里面容易找不着的情况下 就可以放到这个有拉链的小侧带里面 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真的设计的非常贴心的是 它在包包的右边有做一个可以专门让你放圆柱体的空间 可以是保温杯也可以是雨伞 这样如果你有习惯随身带保温杯 比如泡杯茶啊或者泡点咖啡啊 或者是温水啊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保温杯放在这样一个大的包包里面 你就不用担心会露出来撒到别的物品上面了 因为它可以帮助这个圆柱体保持一个固定的竖直的方向 站立在包包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真的是非常不错 除了我刚刚讲到的几个比较相对比较固定 有它的功能性的区域以外 它剩下的这个大的储物的空间也是可以够我放下我的相机 以及我出门可能搭配那个相机我还会另外还要带一个就是广角的镜头 那这两个放在里面空间也是完全足够的 所以这个包对我来说就是在我出门可能需要拍照 可能需要拍视频 然后我也需要带着iPad 随时可以去剪辑或者修图的这种情况下 这个包包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来说的一个工作包 那我最后讲到这个颜色啊 我选的这个是橄榄绿搭配黑色的这个袋子的 那我有看到男生用那种全黑的 我觉得也非常好看非常酷 而且它整体的这个设计也是蛮有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运动风啊 机能风啊 带那么一点点这种酷酷的未来感 感谢小伙伴真的是可以去他们家官网看一下 他们好像是全球都免运费的 然后30天之内应该是可以免费的退换的 然后我也要到了他们家85折的折扣码 官网的链接以及折扣码 我都会放在信息栏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第二只双肩包我先拿出来大家猜一下它是哪个牌子的好不好 我把牌子遮上猜得到吗 是瑞士的belly这个牌子 如果大家对belly这个牌子有稍微有所了解的话 就会觉得这个包完全不像是这个品牌出的 对这个品牌相对来说走的是比较保守的一个路线 好像还蛮难想象它设计出了这样的一个双肩包的 它的这个配色也是非常特别的 大家近看一下它其实这个部分啊 它是一个米色和绿色的这种翻部编织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然后呢皮革的这个部分呢搭配的是一个非常鲜亮的橘色 米白色和绿色的翻部的部分呢是非常清新的那种文人的气质 但是呢它的这个橘色的皮革部分呢又非常的亮眼非常的活泼 所以呢整体给我感觉是一个内心闷骚的文艺青年 所以我也是被它这个就是表现出来的一种矛盾感 但是呢又矛盾统一的非常和谐的这种感觉所吸引 除了它这个特别的配色以外呢 它在细节的设计上面也是非常耐看的 也是很特别的 它通过了非常多的袋子来连接这整个包包的功能性的 首先它这个包外是通过这个袋子 像皮带一样的这种方式 那以后呢你又会看到它整个抽绳啊 也是通过一根袋子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扣子去给它固定住的 而且它这根袋子设计的特别的长 我觉得还蛮有这种潇洒的感觉的 然后包身前方呢 它的这个盖子也是有两根袋子的 肩带的这个长度 它也是通过这种像皮带一样的一格一格 让你自己去调整的这种方式 所以它整个包包就是充满了袋子 那看到这里肯定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这个包使用的时候得有多麻烦 因为它袋子太多了 而且呢它这个袋子都是实实在在的袋子 它没有说做一个假的袋子 然后下面做一个吸扣这种的 就是非常的原始 但是呢又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原始的生命力 以及一种手动的生命力 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我这个形容 就是我们在用包包的时候 可能很多时候或者大部分的时候 也会希望它非常的方便 就是方便呢也成为了一个包包 在功能性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方面吧 但是呢我有时候会觉得啊 就是很多东西它其实是有一种 就是人为手动的美感在里面的 你说设计师他不知道吸扣啊 或者搭扣这种方式会更加易用吗 他肯定也是知道的对不对 但是他有时候就是在设计上面 特别是像这种 就是我刚刚讲到瑞士的这个品牌Belly 它是比较偏向于保守一点 比较偏向于传统一点的这种品牌 你看他即使用了这么不像他自己的配色 但是他在设计上面仍然保留了他想要的这种传统的手工艺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其实还是蛮欣赏设计师他有时候还是要保留一些 不屈服于现代工业化的一些小小的这个自己的设计的坚持在里面的 那这个包我给他分配的功能以及我使用的场景呢 就是我可能是一天到两天的这种短途旅行 或者说出差我就会选择这个包包 一呢它也是比较上镜的 就是旅游的话你可能要拍照干嘛的 它也是非常好看的 二呢它的容量也很适合就是短途的一到两天两到三天这样的 你需要洗漱啊换洗啊 就是东西放在里面它也是够的 然后另外我可能还会再背一个小包包 会把就是钱呀卡呀然后手机呀装在一个小包包 就自己可以比较贴身的 第三个双肩包呢它就是主打轻便的这个需求了 是一只阿迪达斯的双肩包 最大的优点就是非常的轻便 基本上它本身是没有太大的重量的 但是它自重轻也就意味着它包本身其实没有做的太厚的 就是都是很薄的这种 就是你放在里面的东西 它没有办法起到一个非常好的 就保护和缓冲的作用 就是跟我第一个讲到的那个双肩包来比较的话 你如果要背电脑啊或者iPad放在里面 我就相对来说还是最好外面有它本身的那个保护套 然后一起放进去那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就有时候可能不是开车出去买东西 就是做公共交通出去的时候 你买的一些零零散散的东西可能拿购物袋啊什么拎着都不是很方便 还是背一个这样的双肩包都往里面扔 然后双肩背起来肯定还是最方便以及最省力 而且它自重很轻也不会增加任何的负担 最后一个双肩包呢总算是离开功能性这一块 终于来到了颜值这一块 就是我买的唯一一个不是主打功能性的双肩包 就是这只来自Seline的Vintage宝宝 它不是就是新款 它就是SelineVintage的这种凯旋门的老花 然后搭配它皮革这样形成的一个图案 然后它其实整体的容量来说 并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的 作为一只小包来说 它的容量也是OK的 放你日常的东西 这双肩包呢其实也是因为我当时特别想要一个 Seline老花的Vintage的包包 我当时也在就是戴观山那一带去逛了整整一下午 然后都没有看到特别喜欢的 就是觉得稍微有点普通 它可能有那种就是稍微一个方正方形啊 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包 最后在最后一家中古店看到了这只Seline 我又觉得稍微有点特别 因为它这个双肩包的包型还真的蛮有复古感的 然后搭配它这个老花和皮革 而且我双肩包也是真的少 所以我就想说也可以就是稍微买一个这种 不走实用路线的双肩包来背背看 但是事实也是证明 我买了以后真的用它的次数比较少 除非我今天穿的一身的搭配 我真的觉得跟这个包非常搭 我才会用它 那这个包它其实内部的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的皮已经掉得比较厉害了 所以我一般用它的时候会有一个内胆包放在里面去使用 就相当于套一层它的这个壳在外边吧 新Seline又把这个老花炒热了以后呢 在Vintage市场上面Seline的Vintage老花其实也涨了蛮多的 我这个包同款我后来买完以后查了一下小红书 好像在我之前一年买的大概价格只有我的一半 所以大家如果想淘Vintage包包的话真的要多做功课 好以上就是我的四只双肩包的这个合集奉献给大家 然后我刚开头也提到了 它们基本上能够涵盖我个人对于双肩包的一个需求 以及使用的不同的场景 希望给大家买包的时候呢有一些小小的参考意见 OK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收藏投币分享都可以啊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